美国在这一次是因为一个气球都能够飞到它的领空了 然后呢一开始好像还没有发现没有注意到 然后被美国的媒体揭露了之后 那么后来经过了几天才终于将它给击落 那一开始美国国防部有它的讲法 可是后来说的又不一样 但是呢我刚刚讲回忆起一段2019年的往事是什么呢 大家来看一下在2019年的9月 当时有大陆的媒体就曾经报道过这一件事情 那是当时啊这个大陆解放军 他发现了这个白色的气球 那么这个气球呢让人非常好奇 到底什么目的什么用途 结果后来呢这个战机是歼10C 歼10C发射了的是什么呢 是霹雳11的这个导弹 结果就让这个白色气球被打下来了 而飞行员从锁定到击落目标耗时 仅仅仅三十秒钟 好这一段这个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的飞行员当时所做的这一件事情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被凸显出来它的意义是什么 而这整个的经过要请赖老师来帮我们管员一下 好的跟观众朋友先报告一下啊 因为为什么用坚实锡打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它本身这颗气球不是气象气球 它是一个侦察气球所以它飞的比较低 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次中国大陆的是气象气球 它飞的很高 那这个最主要是要测评流程的这些有关于的气象资料 但是由于它失控 所以偏离了整个原本预定规划的这个路径 那飘到了美国这边去 好那我们再强调为什么央视要公布这个坚实锡 坚实锡您就可以理解到它并不是能够飞到这么高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飞到例如说18到20公里这么高的地方 这个就好像说美国的为什么这次会用F22 而不是用F16或是F15去打 就是因为F16或是F15打不到 因为它飞的很高 那飞的很高 所以它就必须要用F22才能够飞到18到19公里 这么高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由于用这个F22是因为F15跟F16 它本身的雷达它很难去侦测到 也能够也很难去锁定 这个气球 因为它很明显的就是一颗气象气球 所以要用F22是因为F22的雷达系统是比较强大的 那它可以侦测到这么小的一个截面 然后去攻击它去打它 我们一直在强调 在这个气球方面它是气象气球 但是在中国大陆央视所公布的这是侦察气球 那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它发现有这样的一个不明的飞行体 那么进入了它的空域 进入了它的空域 然后它派了战机去由飞行员去目测去收集资料 后来确定它是侦察气球 所以它是军事用途的 它不是科学气象用途的 它是军事用途的 但是不明国籍的侦察气球 那按照国际惯例 解放军就可以把它击落 所以当时2019年的时候击落是正当的 是的 它完全有这个权利来做这件事情 那第二个由于它飞的比较低 所以不需要派到歼20可以飞这么高的 因为他们这一次在击落的时候 发现它应该是在7000米之下左右 所以您看7000米之下的话 那当然战舟机这个歼10的战斗机 一定可以飞的高度是比它更高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那因这个歼10C它就在几公里外 就已经观察到了确认了 确认了以后就请示 那塔台指挥中心就问说 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把握 那解放军的飞行员是说 我经过判断有能力有把握可以打下来 那这个当然就经过指挥中心的授权 那飞行员就在30秒内就用这个 你刚刚讲的霹雳11把它打下来 霹雳11它是用红外线 但是由于这个气球本身的这个截面很低 而且呢不是很大的情形下的时候 那这个就考验了解放军的这个飞行员的战绩了 那解放军的飞行员 他在30秒内锁定发射机会 我想这样的一个动作 显示出这个飞行员的训练是非常的纯熟 技术是很可靠的 但是央视的这篇报道 其实主要的除了要展示解放军的作战能力以外 其实他要告诉世界各国的 因为这颗气球是外国的侦查气球 是军事用途的 所以解放军有这个权利去把它打下来 可是中国大陆已经再三的告诉美国的军方 美国的国务院说 它是一颗科学用途的民间的气象气球 而且美国的军方在第一时间 去侦查的时候也确认 第一个它是无害的 对于美国人的生命 对于军方的军事设施 它都是无害的 而且呢 一开始都这样讲 后来就不这么说了 那不这么说 也就是一开始是专业判断 之后的改口是民粹主义的判断 也就是政治的判断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美国的军方把自己的威信 把自己的专业的程度 那么去服从 屈服服务于民粹主义 服务于政治 坦白说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 好所以其实呢 在刚刚讲这2019年 当时在9月份的时候 就曾经报道 而且看了一下这位红鹰部队 它是属于大陆解放军 南部战区的红鹰部队 这位飞行员叫武辉 那他当时驾驶的这个是歼10C 好那当然这个呢 其实是当时这个气球爆炸之后的照片了 不过呢 这个赖老师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把F-22拿来跟这个歼10C拿来做一个对照嘛 这个比一比 其实不懂军事的我 还真一开始也认不出 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 但现在呢 当然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是F-22 那赖老师手上拿的这个是大陆解放军 当时所派出的歼10C 挂弹时机 那么结果呢 这个飞行员是用30秒呢 就瞬间升空 大概从50米很快的就升到近 7000米左右了 好所以这个速度还有反应 还有他的那种自信 自信心好像非常的足够 因为那个时候呢 大家也知道就是说歼10C 他的这个身高的这个限度 大概就一万七千米 就像赖老师讲的嘛 如果说再高的气球的话 他恐怕也真是达不到 因为他飞不到那么高 而且一般来讲 你到一万七千米啊 基本上不会飞到这么大的临界点 因为这个对于飞行员来说 对飞机的性能来说 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通常不会 虽然他的声速 可以到一万七千米 可是一般来讲 都不会做到这种极限的挑战 会怎么样 会飞机会停火吗 他会停机 然后会坠落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这种战斗机的设计 虽然说他在科学上 他是可以到一万七 可是一般来说 都很少会飞到这么样的临界点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免购网站订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